主席大家好 两位大使辛苦了 是不是先有请我们泰国的陈大使 请陈大使 那是早 杨委员早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是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 我想因为最近大家真的都比较关心 泰国整个阵情的一个波动的影响 特别是报告里面都讲过 我们现在在泰国的台商 应该是仅次于日美的第三位 看起来是您报告说大概应该有五千家 再加上我们所有赴泰国观光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在这里我想请教陈大使说 这两天 泰国的这个政情 这个示威 好像是前天是因为泰皇的生日 有所缓解 那么你本身对这个 整个未来的变化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谢谢杨委员 首先跟委员报告 泰皇的生日是今天 所以也就在12月5号之前 两边总是有大动作 但是不至于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那现在主要是看军方的立场 所以军方在尽量协调双方 已经谈过两次 但是呢 并没有具体的结果 所以大使的研判呢 它是往好的方向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方向来走 我个人判断 我是认为说 泰国的政府 它形成两条平行线 是一个可见的未来 但是泰国的人民啊 和善 而且它是最主要 泰皇是最高的 无上的 是一个也是 不但是这个精神领袖 也是全民所拥戴的 我想到最后 以过往来看 泰国并没有发生 太严重的流血事变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做泰国代表处 会密切观察 所以听起来大使的意思说 可能到最后 还是会比较 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去落幕 只是过程会有一个 一个彼此的 必须要有妥协 但我也跟委员报告 我们期待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说 我们做泰国代表处 在我们对这些侨民 包括台商这部分 目前你们的安排跟准备工作 因为你把那个 你有警示也拉到黄灯了 那么在整个这一方面的作业 我们做泰国代表处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 包括这个对我们这个台商 跟侨民的这个安全 各方面的这个保障 跟这个计划 谢谢杨委员的存心 事实上我们从2011年 大水灾之后 我们就有相关的计划 水灾是看得见的 但是瘟疫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有相关的计划了 现在从示威游行开始之前 我们透过各种方式 通知各个侨团 通知我们所有的台商们 除了要密切注意安全之外 不要前往相关的地点之外 以及我们随随地 用电话跟各个侨团首长 也保持联系 我想这个方面 我们运作的非常顺畅 好那么我希望在这个区块 我们应该掌握它整个的阵情变化 那么对这些未来的可能发生各种状况 有所掌握 那么对我们那边的台商侨民 能够一个妥善的一个规划 谢谢 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谢大使 大使长大使辛苦了 我看今年很大的工程在你这边 11月7号的STEP 其实看起来会变成我们 在贸易发展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我们进入 东南亚这边的一个贪头堡 不过在我看到你的整个报告 其实已经直击到我们跟新加坡这边关系 还有新加坡在扮演 不管美日跟台湾跟大陆之间 那个角色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力 在这个之前我倒先请教一下 刚刚大使有提到说 我们跟新加坡的观光 并没有因为最近的食品安全的问题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从新加坡 包括马来西亚这边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所谓的黑心油 包括富卫乡的黑心麻油 本来是黑麻油变成黑心麻油 那么这样的一个震撼 我不知道说在新加坡 他们整体对我们台湾这个食品安全 是不是因为这里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你的观察呢 我们非常密切这个食安事件 对于新加坡消费者的影响 因为刚刚跟委员报告 新加坡跟我们的民间的往来关系 非常的密切 那么它的使用的习惯 对台湾美食的向往 都是比其他国家还要深厚 因此食品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一次 这一次整个事件 对他们来讲 你个人觉得说 在对我们进口台湾的食品部分 会不会对他们产生一种 一个很不良的一个效果 我又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最近还派台北市政府 也参加了他们的这一个亚太食品展 那么曾经有记者询问消费者 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观点 那么当然他们认为 这个新加坡的政府 是会非常严格把关的 所以他们相信 所有到新加坡的台湾食品 都是安全的 也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 事实上的影响 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但是从数字来看 似乎冲击不是很大 不是那么明显 那么比如说又举一个 最近的一个例子 他们有一个叫做Fair Price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超商 那么也举办了台湾美食展就在食品 石油安全问题发生后几天举办的这个展览 他们也有点担心 但是我们也问他销售的状况只微微降百分之四 所以以大使的观察 基本上新加坡还是对台湾的食品安全 还是有相当的 他认为只要销到新加坡都是经过通关的 我想这一部分 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整个 在他们国家的一个形象 这一点有必要注意 那么关于这一支A-STEP 我们知道当然 新加坡它本身 不管在TPP当中 或者是RCEP当中 都是非常关键的角色 那么以新加坡 他这个国土面积跟人口 都是全世界全球百名以外 但是他的这个不管他的这个 全世界的第十二大贸易国 那么外汇存底也那么高 我想在东协更不要讲了 他本来就是东协石垢里面 不管投资的金额或者是贸易额都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他在这个东盟之间 东协之间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那么大使也提到就是说 其实他现在哪的策略是一个 所谓的认为 美国跟中国大陆都应该在区域经济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且是站在中立的一个角度 那我相信看起来他应该会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不过到这里 我们倒是要来谈谈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目前也积极的加入 这样这两个组织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从大使的角度 你在那边可能更客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RCEP应该是2015是会完成的 那么TPP当然这个月可能会有个新的进展 我想请教一下大使说 以台湾目前要进入这两个组织 你认为我们进哪一个组织的速度会比较快 是进TPP呢 还是进RCEP 一定个人在新加坡在那个面向看的 我想加入这两个组织都有一定的程度的困难要去克服 但是来比较这个品质的话 TPP绝对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协定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假如进东盟应该是RCEP 对我们来讲是会比较很快产生实质效益 那么要进入这两个 你认为TPP是比较高品质的一个协定 我刚刚要问的就是说 以目前的状况 我们比较可能是哪一个组织可能可以先加入 你个人有没有这样一个判断 我想我们两个协定的加入都同时必须来推动 我也没办法说哪个可以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快的加入 但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一定要展现出我们要强力自由化的这个决心 必须要展现出来 那么这样 大使我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跟新加坡的SW已经签了 事实上它是刚好一个前头堡或者是一个踏脚 那在这一个部分可能你未来这个角色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跟我们国内包括外交部或者经济部这边 是不是因为签了这个台新这样一个协定 你们有没有什么规划从这一个呢前进到这两个组织里面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么我想啊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把它立法通过 让我刚刚讲的所谓的示范效果跟竞争性的效果 赶快把它展现出来 我想这部分只要我们也看到 因为你们也看到这个重要性啦 包括SW或是海关进口税则 我们我想只要送进来宴会一定会支持 因为这两个效果当然你写得也非常好啦 这个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它绝对有示范性的效果 而且让那些没有跟上的人会有竞争效果 我看了你的报告我觉得是这两个真的是要发挥 我们才能够扩大只有我们自己在国内叫是没有用 实质上如果说有几个已经跟我们签了 那么那扩散效应是非常快的 这个区块我觉得院里面也应该会赶快或者积极的来支持 我们也希望说你透过这样一个签订啊 能够发挥关键性的角色 那么能够让我们台湾尽快的加入TPP或者RCEP这边 那么在报告里面还提到一个 一个就是说现在新加坡它已经前面性 往新的世代在做一个移交的工作 你也提到说这个我们有必要在这个方面加强跟他们的沟通 那我想请教一下大使说你认为新的这个新世代这个阁源啊 它目前对我们台湾 因为基本上新加坡对台湾跟大陆 也是两个两方面都是把握住了 你看它投在大陆大概已经有600亿的美元 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大数字 我想请教一下大使说目前这些新世代 他们对我们台湾的友好的程度会不会跟他们老一辈一样 我跟委员报告所有新加坡几乎对台湾的印象都非常的好 都很愿意跟我们发展关系 那当然它也有它的政策 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它的政策之下 还是有很多的空间来拓展这样的关系 这些新的阁源我个人都 我觉得这个计划我们也是要特别去加强 因为新的世代出来 那么是不是跟台湾我们未来的发展 能够做一些密切的更友好的一个交往 那么能够产生一些实质上的 透过新加坡这个祭典 然后走入东南亚或者是走入这个世界 我想这一点也请大使特别注意 谢谢 好谢谢 谢谢